HELLO 大家好 我是貓貓 歡迎收看 Sewing with 貓貓 我是我家人ANGEL 今次講什麼 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示範一個cushion cover 大家看到這個cushion cover是可以做的 只是基本上是上鍋一塊 然後底部有一塊square 然後每邊有兩雙帶 綁在一起就可以了 任何size都可以照做的 我今次用的cushion size比較大的 有26吋乘26吋 財布的時候每邊要加3吋 即是32吋乘32吋 另外綁帶要財8條 每條26吋乘4吋 如果你用的是一般18吋的cushion 財布的時候每邊加2吋 即是22吋乘22吋 首先我們拿其中一塊布 每邊接入半吋或1cm 烏平它 四邊都是這樣做 然後再接入1吋半 即是4cm 烏平它 記得要對齊格仔的花紋 以及向布的底面接進去 然後我們燙綁帶 將牆那邊對摺 面對面 然後燙平 然後分钟 剪開兩半 這裡有26吋 分钟即是13吋 16條綁帶燙好之後 我們便可以載了 載的時候 我們把開口那邊載過去 記得載的時候要回針 回了針 線部便不會散開 留半吋的紙口即是縫份 載到尾的時候 我們要載一個斜角出來 反出來如果是一個斜角 條帶便會比較好看 之後我們剪走多餘的部分 以及在角位那裏剪掉它 剪走角的時候 如果你剪得越貼的線部 反出來的角便會越sharp 記住不要剪到線部 如果不是 反出來的角便會散開 接著我們便要把綁帶的正面 反出來 我們可以用長棒或筷子之類 把綁帶的正面反出來 如是者我們把16條綁帶 反出來 反出來之後 樣子就是這樣 接著我們燙平些綁帶 16條綁帶燙好之後 我們便可以準備 車上塊Cushion 布 攤平塊Cushion 布 底向上 從各處量度入7吋 把綁帶放在燙好的邊 每隻角都這樣做 如果做的尺寸較小 每邊度入5吋 每邊放兩條綁帶 四邊都用大頭針固定 這樣便會輸出 就可以了 沿着内边转 尽量要贴边 绑带要与边垂直 转转一圈 接着把绑带切向外 沿着边转第二条线 转第二次 跟第一条线相较3寸 又是转转转一圈 切完两圈 便是这样 所有绑带向外反出来 最后步骤是手缝 bizim用床针 slap stitch 将四条线的开口缝 出锅 开始的时候可以打一个结 又或是像我这里 用一个小小回印 线不会掉出 由幼至左开始 首先在后面的布挑进去 向左3mm 挑出来 然后在前面的捷位挑进去 向左3mm 挑出来 之后又去后面的布 将针挑进去 向左3mm 挑出来 这样就完成一个床针布 如是者 我们就可以将四个角的开口缝上去 用床针法缝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 我们是见不到线布的 做完之后 将带绑起来就可以了 是否很容易做呢 这个Cushion Cover 除了易做之外 清洗都很方便 拆下来之后 就是两块布 就下洗机洗就可以了 我这里就多谢我的朋友 Cushion 是他送的 有三个这么多 另外这些布 就是朋友的朋友送的 多谢他们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